这些豆豆形状的橡皮糖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 七彩帮分的颜色 五花八门的吹乖味道 但最近它们竟然加上大麻成分 在美国部分的州 实施休闲类大麻合法 早前就有糖果公司创办人 将大麻其中一种成分 大麻二斌 简称CBD 加入到经典的豆豆橡皮糖里面 而且一推出 八百包橡皮糖极速受惊 引起全球关注 在很多香港人移民和留学的加拿大 情况都差不多 当地的可乐生产商 都想研发添加大麻成分的饮品 自从大麻在加拿大合法化之后 不同的省份都出现 跟大麻相关的店铺 就像我现在在安省的 多伦多市中心这里 附近也有跟大麻相关的店铺开业 当中也有可能售卖到 大麻二斌 简称CBD的产品 大麻二斌CBD 被当地商家视为庞大的开发市场 各式各类的CBD食品都陆续推出 而这些包装得纷纷的朱古力 曲奇饼和糖果 看上去和平时在超级市场买到的 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都是含有CBD的 其实它在这个很大的包装里面 看到里面 只有一块曲奇而已 看上去其实和普通的曲奇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首先开了去闻闻 闻上去其实也有很大阵大麻的味道 另外, 這是朱古力酒吧 聞起來真的很黑巧克的味道 這個味道沒有剛才的曲奇那麼濃郁 一次只可以吃一個Square 這裡一共有24個Square 不過不是全部CBD產品 都一定會有大麻的味道 這就是含有CBD的糖果 然後它有200個MG的CBD 看看它的包裝也是非常彩色 它下面也有一些水果 因為這是Citrus的味道 跟普通的糖沒有什麼分別 包裝上蒸味, 吃起來沒有大麻味 真的會令人放下戒心 當地的市民都表示 擔心小朋友會不過兒 吃了大麻相關的產品 不是很好的產品 在市場上 很危險 當然會擔心 小孩子不知道吃什麼 就隨便吃了 雖然這些有大麻成分的周邊產品 大部分都會有警告不適合小朋友的自居 但也不算顯眼 香港人喜歡去旅行買手信 但如果不小心買了大麻意芬的產品 算不算混毒 那就要了解香港的法例 大麻受香港法例第134章 大麻二分CBD 原來不屬於危險藥物 不受危險藥物條例管制 其實大麻熟的植物中 含有超過80種化學物質 CBD只是其中一種 提煉CBD 最主要是由工業用大麻 或者中國叫做漢麻 Hemp裡面提取CBD 不是一種毒品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沒有一個 令你hyper 令你很興奮的感覺 也沒有造成上癮 其實它的提煉是一個醫療的用途 它可以治療炎症 鎮痛 以及對舒緩神經很大作用 其實精神科裡面 它是可以平衡到 思覺失調的症狀 以及舒緩焦慮抑鬱 也其實由幾年前開始有研究 其實它會用來做一些 抗癲癇的藥物 我們說大麻是一個毒品 最主要是說THC這個component 就是這個成分 是令人有上癮和興奮的東西 因為它是增加了 中書神經的刀巴胺 多數會在Maiorana 是大麻的另外一種植物裡面提取的 所以受到危險藥物條例管制的 其實是四興大麻分THC這種大麻數 不是大麻二分CBD 但是要將CBD製成藥劑製品 就要根據藥劑葉及毒藥條例 第138章的規定 向藥劑葉及毒藥管理局註冊了 而現時已經註冊的藥劑製品裡面 沒有一種製品是含有大麻二分成分 藥物要安全當然要管制 但含有CBD的食品、飲品、保健品呢 原來都沒有限制的 在香港亦都找到有CBD的產品 其實CBD可以放在哪些產品上 其實主要是有食和茶兩方面 在食方面的話可以放入油劑、朱古力、糖 因為CBD是一個脂溶腺的營養素 滴在口腔後就陷在舌底 讓舌底的黏膜慢慢吸收CBD 那個時間大概五至十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是茶方面的話可以放在唇膏、收穫膏和震痛膏 透過出盡皮膚治療的修復力 令肌膚自己痊癒 然後就產生很多止痛和消炎的效果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有一個體重的指引 譬如是一個成年人的話 他每天基本的使用CBD的份量就是25mg 但是必須要留意不少CBD產品 可能同時含有THC成分 而未必會顯示在包裝之上 以英國為例 容許含有0.3%以下的THC貨品出口 但香港就完全禁止 保安局局長曾經表示 提煉純帶麻蟻分疫過程困難 一般人難以確保CBD產品 是不是混雜了受到危險藥物條例管制的成分 萬一真的含有THC成分 無論含量多小 買賣都是犯法 在香港要進出口的時候 就要做很多事言準備 譬如要有LaptX的報告去支持 要有廠商的信去支持 再去曝光 然後等海關那邊批 尤其是去外國想買CBD產品回香港 可能只見到有CBD字眼 但內裡可能有THC都不知道 不想犯法 一定要選一些 廠商有經過第三方化驗 證明不含THC這些危險藥物成分的產品 才好購買 因為根據危險藥物條例 非法管誘或吸服服食等等 最高刑罰是監禁7年及罰款100萬元 最後一段時間